哈利達的傳奇戰役 哈囉各位好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今天一樣帶來這個 卡利達 哈利達的傳奇戰役 古木傳奇戰役的第二集 今天來看這是第55回合 上一次是30回合 那等一下看一下這次的 目前局勢的發展是怎麼樣 那 你可以看到我的領地已經由這邊 這樣子擴張到左邊來了 就是 從 惡魔之己 然後到巨師行坑 然後一路 控制了死屍谷 然後現在我們要打這個灰燼盒 那目前我現在在跟這個努馬斯開戰 因為我覺得他 跟太多古墓為敵了 而且他比較接近我 那我一開始是跟他友好 但是我覺得還是宣了他 現在已經瀕臨城下了 那跟他打了一場大戰 大概是兩個大部隊跟三個大部隊的決戰 那我這邊贏了 這邊就準備圍城 然後等我後方還有一個支援部隊到達 我就一次把他的城收下來 那如果沒什麼意外的話 這兩個城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魯馬斯跟卡塔爾 我就可以控制灰燼盒 那再來就是看一下外交的局勢 那這邊我目前跟這個 塞特拉 塞特拉這邊 同盟在一起 我們就看到 我在這邊跟他軍事同盟 就是當盟友啦 那從後面這邊 後面這邊有兩對 就是 結盟了這個 有力的盟友之後 我們 左邊這邊就會 比較 不要 不用那麼擔心 然後再來 下面這邊也都是友好的 你可以看到下面這邊 我也是把關係搞得滿好的 這裡是 沙丘王國 沙丘王國我們也是把他的好感 就是外交好感升到滿高的 目前也都是在提升當中 那再來就是 這裡的 這個 一些小陣營 這個就不管他 這個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等一下應該就被滅掉了 然後 我打算如果灰燼盒控制之後呢 我們會往上打 控制這個 上面這個 野蠻獸人這部分 南二帝 然後再往 再往毒水核打 這樣可能是我 再下一步的策略 那不過呢 現在有一個隱憂 就是我們 上一集講的 後面這兩隊 這 蜥蜴人有兩隊 已經開始降友好了 因為勢力擴張的關係 這個陣營開始降友好 那 這個 科羅客家這邊呢 科羅客家這邊的話 已經是解除了我們的 貿易 跟 不侵犯條約 所以我猜他 很快就會打我們 因為我們跟這矮人 處得非常不錯 所以他非常不爽 而且這樣勢力擴張的關係 他只有一個層次 他很可能就會 吸進 吸進打我們 所以這邊要特別注意 我大概 左邊這邊控制完之後 我應該會調派 一 一隊 回來吧 做一個防守 那 再看一下這矮人 那這矮人目前是我們的軍事同盟 我記得應該是 對 目前我們現在是軍事同盟 那我打算 等我回去之後 就跟矮人聯手 把這個蜥蜴人給滅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任務 要佔領這個 呃 斯洛高原吧 我們的目標任務 OK 那我們 稍微再看一下我們部隊的編組 我主要目前都還是以長槍兵為主 我高階兵沒有什麼在做 目前還沒有什麼在做 都是用骷髏起手 然後 弓箭戰車或者是戰車這些 部隊去打 就算前鋒這邊也都是一樣 我都是以這個 呃 弓箭手為主 然後 配這個槍兵 跟劍士 那因為這兩隊已經死得差不多了 所以你看不到原本的組合 古墓守衛是因為我佔領的這個 卡拉格 就是 呃 屬人的這個 重要據點之後呢 我在裡面造的 好 它裡面的建築轉換之後 變成是一個古墓 可以造古墓守衛的建築 所以這邊還不錯 那目前經濟收入也還不錯啦 2123的收入來源 那 再看一下我們的 科技術 目前科技術發展的話 呃 目前已經研發到這個 第三王朝 然後我們也 強化了我們死伏鳥 然後墓穴遊蕩者 這邊第三王朝的宣言 我們也是直接研發了 好 就可以減少這個成本之外 增加公共秩序也是蠻重要的 然後最重要的是可以增加10%的產值 然後這邊一樣 好 我們叫我們召喚的這個 蘇特 蘇特普 古墓王蘇特普 第三王朝的蘇特普 然後 呃 斯芬克斯這個特性我不在意啊 然後 建築時間還不錯 然後 護甲駕駛也不錯 重點是這個 可貿易的資源 等一下 等我們左邊控制完之後 就可以跟他們貿易 因為友好度搞得不錯 那現在我正在 研發這個 第六王朝的智慧 那準備要 呃 研發這個 烏薩比特單位 然後再加上這個 領主我也蠻想用的 這個奧卡薩爾24 他的 戰車容量可以加2 而且弓箭手 跟戰車單位這個 都會增強他的 遠程傷害跟武器威力 然後非常不錯 然後科技術走向是這樣子 然後 呃 目前我地圖又開這樣子 來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今天這一集 就應該差不多 跟各位戰報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 看看下一次 局勢會怎麼發展 希望我可以 成功打完這個 傳奇戰役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次 戰報囉 那喜歡這影片 記得幫我點喜歡 以及追蹤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 古木王的傳奇戰役 感謝各位收看 掰掰